小和小和同我一樣 成為PokaPoka村的一員嗎? 歡迎贊助我們 不僅可以成為村莊的村民、秘書與總幹事之外 最重要的是 能夠讓我們持續穩定地帶給大家更多來自PokaPoka村的故事喔 點擊本局簡介中的連結 看更多資訊吧 啊!差點忘了 還有機會可以聽見隱藏版的故事喔 快來加入我們吧!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PokaPoka故事村 我是村長Poka 在這個節目裡 我將跟大家分享村莊居民們發生的小故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故事 歡迎訂閱我們的Podcast頻道 Poka村長的故事時間 上一集我們提到PokaPoka村有一間大型連鎖甜點店 叫做瑞特先生甜點店 但最近創辦人 但最近創辦人瑞特先生什麼蛋糕都不喜歡吃 不論是大型動物區的分店店長加爾做的1000層華麗蛋糕 還是小型動物區分店店長米安用珍貴的材料製作的高級蛋糕 瑞特先生 完全沒興趣 於是他們決定要商量新的對策 剛收到打擊的米安說 連用這麼頂級的食材才能做出的粒子蛋糕 他都不懂得欣賞 瑞特先生一定是太老了吃呆了 加爾立刻笑他 還不是你們只會做這種黑奇麻烏的蛋糕 我看了都沒有食日了 米安回擊 你憑什麼說我 不知道是誰 差點被瑞特先生解雇呢 眼見 大家不僅討論不出方法 還開始吵架 原先 一直保持沉默的 中型動物區分店店長萊德 也開始有些不知所措 中型動物區的分店 算是瑞特先生甜點店 波卡波卡村是中型三間分店中 最不起眼的一間了 店的外觀看起來最老舊 而且無法像大型動物區分店一樣 研發出吸引大家目光的百層塔 更沒有像小型動物區分店一樣 使用頂級食材製作蛋糕為名 可說是一間 平平凡凡的甜點店 也因為這樣 他說的話 在三間店的店長間 毫無分量 不過這樣也好 他完全不喜歡 加入其他動物間的紛爭 是想要安安分分的製作甜點 不過他開始感覺到 自己即將被捲入這場戰爭中 果真沒錯 原本在吵架的加爾與米安 突然轉頭 弄向萊德 指責他身為店長 怎麼能置身事外呢 好像一切都跟他沒有關係一樣 就這樣 他們要求萊德 應該也要研發一款蛋糕 給瑞特先生品嘗 萊德回到店裡 看到店裡的美味小老鼠們 都沉浸在製作蛋糕的喜悦中 並且與客人們就像朋友一樣 輕鬆自在地相處著 突然覺得 自己不應該拿這種事情打擾大家 於是萊德努力地忍耐著 不過還是很快地被其中幾位小老鼠們發現了 因為萊德先生 總是獨自坐在收銀台前 寫著小本子 一邊嘆氣 愁眉苦臉的樣子 就在某天關店之後 其中一位小老鼠 也是萊德的女兒 黛黛 偷偷問爸爸 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一開始 萊德怎麼也不願意說 問了許久 呆呆才有點生氣地表示 爸爸 你不是說 家人間遇到煩惱 就是要互相幫忙嗎 這裡 除了我 和你之外 其他的小老鼠們 也都將你當成爸爸一樣看待啊 結果呢 你遇到事情 反而把大家都當成外人看待 這樣 店裡的小老鼠 以後要怎麼相信你呢 被呆呆指責的萊德 完全無法反駁 只好 將所有的事情 都跟呆呆說 才剛說完 店裡的小老鼠們 不知道從哪裡 通通跑了出來 萊德先生 為什麼要獨自通通煩惱呢 萊德先生 不要擔心啦 萊德先生 我們一起想辦法嘛 萊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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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們 你一言我一語的 安慰著萊德 直到呆呆說 好了好了 各位 趕快來想想辦法吧 我們現在知道 貝特先生 不喜歡華麗的蛋糕 也不喜歡 用高級食材 做出的美味糕點 可是 誰不喜歡美味的蛋糕呢 有道理 我知道了 呆呆想到了什麼好方法呢 讓我們休息一下下 等一下再接著說 波卡波卡 波卡卡 波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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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C時間 你知道嗎 波卡波卡村 曾經有一款草莓蛋糕 深受村民的歡迎 就連村外的朋友來觀光時 都指定要買這款蛋糕 不過整個村莎裡 只有一位居民不喜欢吃草莓蛋糕哦 那位就是村长Poka 因为他小时候曾经有几次 吃完草莓口味的甜点后 有拉肚子的经验 所以有一些阴影 以上是今天的知识时间 瑞特先生甜点店 中型动物区的分店店长莱德 真苦恼着 该做什么蛋糕给瑞特先生品尝 此时他的女儿代代想到了一个好方法 什么事突然把我们叫来啊 米安说 该不会是蛋糕完成了吧 但是你们看起来还在忙啊 加尔接着说 莱德笑笑的回答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想借助你们的力量帮个小忙啊 大家虽然满是疑惑 但被袋袋和其他小老鼠们推进厨房 厨房被分为几个区域 一个区域正在将鲜奶油与细砂糖混合 并打发成鲜奶油馅 而这个区域由莱德负责 另一个区域则负责去除有瑕疵的草莓 并将剩下完美的草莓 切成一小片一小片 这个工作又对食材最仔细 调剔的米安带领大家一起做 而最后一个区域最危险 需有一群老鼠将面糊倒入大平底锅后 另一群老鼠负责操控平底锅的火候 最后再由另一部分的老鼠负责翻面 协力地煎出一大片又一大片的饼皮 而这份工作 由已经习惯指挥几百只老鼠 合力制作蛋糕的加尔负责 等各区的工作都完成后 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更高难度的工作咯 先由制作饼皮的老鼠们 合力地将一片饼皮摊平 接着制作奶油线的老鼠们 则是在上头抹上薄薄的咸奶油线 最后再由负责挑出毫无瑕疵草莓的小老鼠们 在上头放上一片又一片的草莓 你可别以为这样就结束咯 因为光是铺饼皮 涂奶油 放草莓 这样的步骤就得反复超过20次 加尔 米拉 莱德 以及其他小老鼠们 也都越来越有默契 大家最后呢 还一起一边唱歌 一边制作蛋糕呢 而这一切都在不知道什么时候 被带带请来的瑞特先生看在眼里 他隔着玻璃门板 听到小老鼠们合力制作蛋糕时的咬喝声 以及开心合唱的歌声 待最后一层饼皮铺上后 代代对瑞特先生说 时间差不多了 瑞特先生 接下来该请你帮个忙了 话一说完 代代就将门打开 此时 在厨房工作的小老鼠们 突然都安静了下来 因为大家没有想到 瑞特先生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代代拿了一颗最大最红的草莓 交给瑞特先生 请他放在蛋糕的最顶端 并且和他说 这是今天一早 从PokaPoka村高山果园 刚刚采下来的草莓 瑞特先生 深吸了一口草莓的香气 接着缓缓地爬上梯子 慎重地将草莓 放在蛋糕的最顶端 底下上百只小老鼠们 大家都忍不住 开心地欢呼着 这个蛋糕 虽然比不上百层塔 和千层塔蛋糕的华丽 更比不上栗子蛋糕的精致 但却是在所有瑞特先生 甜点店的大家 付出的耐心与毅力下 共同辛苦完成的蛋糕 而你猜猜 瑞特先生有没有吃这个蛋糕呢 当然有 他一边吃 他一边说出 关于瑞特先生 甜点店的第一款蛋糕 刚好 这是大家今天制作的这种叫做 草莓千层蛋糕的甜点 他还记得 他是和家人们 一起开发了这款蛋糕 在当时啊 也是使用了 Poka Poka Tsun 高山果园的草莓 不仅是因为便宜 更重要的是 新鲜 以及里头 包含着家乡的味道 而那款草莓千层蛋糕 因为是甜点店 推出的第一款蛋糕 现在看起来 有许多不完美的地方 但那 却是瑞特先生 甜点店的起点 也是他记忆中 最美味的蛋糕 瑞特先生 甜点店的故事 大家还喜欢吗 欢迎可以留言 或是私讯村长 告诉我你的想法哦 也可以跟我说说 你喜欢什么口味的蛋糕 好啦 今天的故事 就到这里了 下一次 Poka Tsun 的故事时间 我们再见咯 boka Tsu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